婆婆69岁生日 我的轴里老公的大嫂做了一桌子的好菜 给婆婆庆祝生日 吃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拿出给婆婆买的生日蛋糕 大嫂帮着插好蜡烛 笑容满面地对婆婆说 妈,你许个愿吧 你嫁到这里这么多年 都生不出一个儿子 我许愿有用吗 你们这是要我死不瞑目啊 丧门星 婆婆美好气地对大嫂说 大伯歌耸 低头不语 大嫂很委屈 我打算打圆场 但这时候我五岁的小女儿开口了 她说 没事的奶奶 现在都火葬 一烧都没了 谁都不会知道你没闭眼 小女儿的话让我和老公有些尴尬 正不知道该如何圆场的时候 没想到婆婆一下子走到小女儿面前 打了小女儿一个巴掌 嘴里还喊着 有娘生没娘交的赔钱货 你就是这么对奶奶的 小女儿不知道为什么 平时对自己不错的奶奶会打自己 有些不知所措 大声哭了起来 嘴里还喊着 奶奶坏 奶奶坏 你是个坏奶奶 看到婆婆打小女儿 我火大了 我知道婆婆说的那句话 不仅是对大嫂说的 也是对我说的 因为我也只生了两个女儿 只不过是大嫂是远嫁 大哥又有些余孝 她敢对大嫂 我家是本地的 老公也敢对婆婆 婆婆不敢对我这样而已 我抱起小女儿 对大嫂说了句 对不起 大嫂 你辛苦一些收拾一下 我先回家了 又对大女儿说 我们走 我看也没有看老公 就抱着小女儿 带着大女儿走了 我走到楼下 打开车门 正想发动汽车走的时候 老公拍着拍车窗 老婆你等等我 你怎么把我丢下了 老婆 得罪你的是我妈 我可没得罪你 我说了我妈了 你不要生气 回家煮个鸡蛋 给小飞敷一下 老公边说边两手给我拜拜 我知道这是她向我求饶 本来也不是老公的错 我也不能迁怒于她 老公对我和女儿们还是很好的 我婆婆是个很强势的人 她是武艺大山里的 二十岁嫁给了金华环城大队的公公 那是环城大队还是农村 随着金华城市建设的扩大 环城大队变成了城郊 大量的土地被征收 公婆也因为土地征收变成了工人 婆婆进了医院开电梯 公公去了学校成了一名锅炉工 公公家里兄弟姐妹五人 两个哥哥 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 两个哥哥一个弟弟生的都是女儿 只有公公两个儿子 公公的母亲重男轻女 觉得婆婆是他们家里的大功臣 对婆婆很好 她去世的时候 把家里的老屋留给了公公 大伯哥和老公 婆婆知道她所受的好处 是因为自己生了两个儿子 就有些重男轻女 老公和婆婆的疼爱 也让我的婆婆养成了 消养跋扈的性格 婆婆的两个儿子 大伯哥和我老公 大伯哥比较忠厚老实 人也木讷 话也不多 他比较听婆婆的话 老公比较古灵精怪一些 但老公会说好话 所以婆婆也比较疼爱我老公 大伯哥学习成绩不是很好 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 就读了技校 通过村里招工进了邮政局 谈了一个贵州的女朋友 婆婆知道大伯哥 谈了个贵州的女朋友 是坚决反对的 她嫌弃大伯哥的女朋友 是外乡人 家里还是农村的 家里兄弟姐妹又多 坚决不同意大伯哥和她女朋友在一起 大伯哥从小就很听婆婆的 有些余笑 没想到这次居然反抗了婆婆 她从家里搬了出去 和女朋友住到了一起 那时老公的奶奶还在世 她一向很疼这个忠厚老实的大孙子 虽然她也不希望大孙子娶外地人 但她也不想大孙子左右为难 首先她认可了大孙子的女朋友 让大孙子和女朋友跟她一起住 大伯哥的女朋友小妍是个善良懂事孝顺的人 和奶奶住一起 一直照顾着奶奶的生活起居 给奶奶做她爱吃的饭菜 给她烙爱吃的饼 给她打各种各样的毛线帽 有空就陪奶奶唠嗑 还会给奶奶按摩 陪她锻炼身体 奶奶本来是看在大孙子的面子上 对小言好的 可时间接触久以后 她是真心喜欢这个懂事勤快的女孩 因为奶奶的缘故 所以婆婆最后不得不同意大伯哥的婚事 婚后 大伯哥和大嫂是和公婆住一起的 婆婆经常给大嫂立规矩 家里的活都要让大嫂做 大嫂和娘家多联系一下 婆婆都会不高兴 结婚后的第三年 大嫂怀孕了 婆婆才对大嫂好了一点 会帮着大嫂做一些家务 也会给大嫂做好吃的 她一直给大嫂做糖醋的菜 希望大嫂可以给她生个孙子 大嫂快要生的时候 婆婆也早就在她工作的医院 给她找好了最好的妇科医生 大嫂的子宫出口不是很好 疼了很久都没生下孩子 医生建议剖妇产 可婆婆说剖妇产对孩子不好 一定要大嫂顺产 大嫂整整疼了28个多小时才生下孩子 可婆婆一看是女儿 明明已经请好了假 却赶回去开电梯 大嫂的月子是公公和大伯哥伺候的 婆婆管也没管过 大嫂妮生下来是大嫂辞职自己带的 大嫂妮才六个月大 婆婆就催大嫂生断奶生二胎 大嫂是有些怕婆婆的 不舍得女儿才六个月就断了 就和婆婆商量 妈 你看现在大热天 如果给孩子断奶 肯定会脱标 让她喝到十月份再断奶吧 大嫂是低声低气地对婆婆说 可还是把婆婆惹怒了 你这个黑良心的 就是想让我家断了肿 你吃我们家的 喝我们家的 不应该听我的话吗 后来还是公共劝住了婆婆 但是也许婆婆给了大嫂太多的压力 大嫂给大嫉妮断了奶以后 也没有怀孕 婆婆就逼着大嫂和各式各样的偏方 自己在医院工作可却 总是听信那些游医的话 老公带我回家了 见她父母的时候 我们刚参加工作一年 那天是大嫂烧的一桌子好菜 吃饭的时候 我看婆婆对大嫂不是很客气 心里咯噔一下 感觉做他们家的媳妇有些难 所以老公向我求婚的时候 我没有马上答应 我和老公是大学同校不同系的同学 一次学校活动中 知道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 就互留了电话 有时我们会约着一起吃饭 一起参加同乡的聚会 慢慢互生了情愫 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 老公嘴巴好 人也有些小浪漫 每次都能哄得我很高兴 大学毕业以后我们都回了老家 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 虽然已经不包分配 但我们英介生那时找工作 还是比较好找的 我们两个人都找到了 和专业对口的工作 我上学学的是服装设计 进了一家做外貌的服装厂 做设计师助理 老公学的是土木工程 进了一家监理公司 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待遇都还不错 工作了一年以后 老公有了结婚的想法 就把我带回家见了他的父母 大哥大嫂 可那天未来的公婆 大哥大嫂虽然对我态度很好 但我看见婆婆对大嫂的态度 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 那时我是外人 我想婆婆还是有些克制的 但就算有所克制都让我心有余悸 可想而知 平时她对大嫂更加不好 我有些犹豫 要不要嫁入这样的人家 因为我没有答应老公的求婚 所以老公就问了我原因 我也没有隐瞒 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老公 老公听了 有些为难地说 虽然我妈的个性比较强势 但说起来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我大哥大嫂也有责任 我大哥的责任最多 我大哥虽然也护着我大嫂 但他很愚笑 只要我妈说的 她都觉得对 都让我大嫂忍耐 时间久了 我妈更看不上我大嫂 不过珍珍你放心 我妈最喜欢我 如果她以后说你 我肯定会护着你的 再说了 你是我们京华本地人 我妈肯定不会嫌弃的 我已经带老公见过父母 我父母也挺喜欢她 我考虑再三 还是答应了老公的求婚 觉得我自己也不是软弱的人 如果婆婆真欺负到我头上 我也绝不客气 婆婆家是一栋三层小楼 一楼公公住 二楼大哥大嫂住 三楼就给我们做了新房 像老公说的一样 结婚以后婆婆对我还不错 对我说话都是客客气气的 家里的家务活也大多数都是大嫂做的 我就帮一下忙 我和大嫂是差不多时间怀孕的 在大嫂查出怀二胎二十天后 我也怀孕了 那段时间婆婆可高兴了 走路都带风 每天各式各样给我和大嫂补 给我们做各式各样好吃的 还给我们买了很多大眼睛的男宝宝贴在我们的房间 争取给她可以生个大眼睛的孙子 可先发动的大嫂二胎生的还是女儿 婆婆的脸色都不好了 她把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 可我也没能如她所愿 我也生了个女儿 婆婆没有给我和大嫂做月子 因为她病倒了 当时我妈退休了 大嫂的娘嫁又远在千里 大嫂生完二胎后 我就拜托我妈来照顾大嫂 因为自从我嫁给老公后 大哥大嫂一直对我很好 我人比较懒 愿意出钱 不喜欢干活 家里的活几乎都是大嫂做的 大嫂连衣服都帮我洗 我和大嫂的月子都是我妈伺候的 我休完产假 婆婆的身体还没有好起来 我奶奶又生病了 妈妈得回家照顾我奶奶 大嫂跟我说 你放心上班去就行 一个孩子是带 两个孩子也是带 两个孩子还好带一些 我的奶水充足 你断奶都没关系 晚上可以让孩子跟着我睡 就这样我去上了班 孩子大嫂给我照顾 我女儿第一次叫妈 是冲着大嫂喊的 让我都有些心酸 但想想也是必然 我上班以后 女儿晚上都是跟着大嫂睡的 大嫂这个大娘 比我这个做母亲的 付出得多得多 女儿五岁多的时候 我们轮到了拆迁 因为还有爷爷奶奶 留给我们的老屋 所以我们和大哥家公共婆婆 一共分到了三套房子的地基 我们家和大哥家的 120个平方的地基 公婆只有留了60个平方米的 房子是大队统一造的 四层半小楼 房子造好 装修好 我们搬进去以后 婆婆就开始对我催生 小薇一个孩子太孤单 你应该给他生的弟弟 或者妹妹 我和老公都没有生二胎的打算 我们也并不重男轻女 只有一个女儿 我们觉得挺好 于是我也开诚不公地对婆婆说 小薇有两个姐姐 她并不孤单 再说我们也没有生二胎的打算 国家都开放二胎了 你们不想应国家号召吗 婆婆对我是不敢说难听的话的 因为如果她不讲道理对了我 我老公会对她更难听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 我和婆婆的相处还是挺愉快的 2018年10月 我发现自己的大姨妈 两个多月没来了 觉得不对 去医院一检查 我怀孕了 这让我很奇怪 我一直吃避孕药 怎么会怀孕呢 一查才发现 婆婆来我家时 给我换了我吃的避孕药 因为我是个马大哈 也没有注意到 所以38岁的我再次怀孕 这时我的大女儿都已经12岁了 本来我很生气 因为被婆婆算计 所以不想要这个孩子 但老公跟我说 孩子来都来了 就生下来吧 以后我们老了 和姐姐也有个伴 女儿也不会那么辛苦 老公这句话触到了我的痛点 前几年妈妈被查出了癌症 我是独生女 医院跑上跑下 家里伺候 都是我跟老公做 我还好有个好大嫂 女儿 住在大嫂家的 生活学习都是大嫂馆 我就专心伺候我妈就行 我妈从查出癌症到去世四年多 这四年把我忙得够强 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给我分担一些 也许会好一点 想到这里 我决定生下孩子 也许是老公家里注定没有男孩 我的二胎还是女儿 这让婆婆很郁闷 也有些生气 二女儿出生后不久 公公得了突发性脑溢血 抢救无效去世了 婆婆认为如果我生的是孙子 也许公公有盼头就能挺过去了 前两年 婆婆的身体不好 在家还脑梗塞晕倒过 虽然我们住得都很近 但也不放心她一个人居住 婆婆虽然对大嫂不好 大嫂还是接婆婆去了她家住 大嫂对婆婆是尽心尽力的 可以总讨不了婆婆的好 婆婆经常对邻居或亲戚朋友说 我大儿媳大儿子为什么对我好 还不是惦记我那层楼 惦记我的退休工资 如果我没房没退休工资 他们能对我这么好吗 可惜我家的产业得白白便宜外人 其实婆婆住在大嫂家以后 婆婆的房子整栋都出租了 但是租金还有婆婆的退休工资 都是婆婆自己拿着的 家里的开支也都是大哥大嫂出的 他们从来没有问婆婆拿过一分钱 我跟老公都说过 以后妈真的不在了 妈的那套房子应该大头留给大哥 这些年大哥大嫂比我们付出的可多得多 妈也偏心我们多一些 因为我和老公都知道大嫂不容易 所以平时我们都很尊敬大嫂 对两个侄女也都很好 每次婆婆说大嫂的时候 老公总是插科打混 给大嫂解围 我们和大嫂一家都相处得很好 唉 没想到这次明明给婆婆过生日 明明是婆婆先挑起事端 小女儿童言无忌的一句话 却让重男轻女的婆婆恼羞成怒 也许她打我 我还不会那么生气 但大五岁的女儿这让我接受不了 你们说 我说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